嗨 歡迎 相信大家如果來香港玩的話 一定有去茶餐店或是賓寺吃過東西 然後都會看到他們前面的櫥窗 有各式種類的麵包 那我相信大家幾乎一定都是吃蛋蠔 或是菠蘿包 因為這兩個等於是來香港必吃的 那今天呢 我們就要介紹除了這兩種以外呢 其他有哪些是香港人的專屬回憶 他們是從小吃到大的 或許下次來香港玩的話呢 你也可以試看看喔 其實突然看到這麼多麵包擺在前面 真的是有點不知道要從哪裡的開始 但我很開心 全部都是我小時候喜歡吃的麵包 這些應該都是很崇勁的 蛤? 是啊 早上媽媽不知道買什麼就會買個包 所以你們小時候都會吃這些麵包當早餐嗎? 是啊 基本上都會 是啊 你們台灣不是吃麵包 都是耶 但因為台灣的早餐店很多嘛 麵包很方便 買完馬上就可以當早餐吃 但是現在看起來都覺得其實挺不健康的 所以我小時候都存了很多脂肪 都是 我見得錯 第一個可以吃我最喜歡吃的香腸包 以前小時候個個一定會吃過的 很簡單 就是一條香腸在麵包裡面 哦 它拿起來很厚實很厚重 是啊 麵粉 有重量 你聽 我都沒有今天打過它 它很 很發實耶 說真的 我來香港很少吃它 因為我覺得對華來說好像沒這麼吸引力 因為它真的就是麵包 然後加一條小香腸在裡面 現在大了我都不會吃的 但你小時候很喜歡吃 很喜歡吃 哇 可以看到它裡面就真的是一條香腸而已 但它的因為香腸的關係 所以它的麵包就會有一種很香腸的那種清香味 香腸的清香味 就有一種樂管味啊 它的麵包是真的很紮實很鬆軟的那一種 不是那種吃起來很有空氣感的那種樂狗麵包 嗯 它就真的就是只有麵包的那種甜味 就是沒有其他多餘的味道 但是像台灣的如果這種 樂狗麵包 我們台灣叫樂狗吧 台灣如果這種樂狗麵包的話 就會擠一點番茄醬啊 上去 或是加一些其他的調味料 層次味道會比較豐富一點 吃起來也鹹鹹的 可是那個麵包呢 就不會像它這麼紮實 你們小時候會不會覺得這條樂狗特別好吃 然後先把外面的麵包品吃光 欸 有人 然後樂狗留在最後 有啊 有人也是這樣選擇 只吃裡面的香腸 然後那個麵包就不要了 蛤 真的假的啊 這麼奢侈喔 這是可能媽媽買給他 他就挑食 好 接下來第二個呢 登登 該眉包 該眉包呢 可以說是 來香港呢 我這些港式麵包裡面呢 算是我滿喜歡吃的 也是滿常吃的 我覺得如果有機會呢 如果你看到那種該眉包是新鮮剛出的話 你真的要馬上買一個來試看看 因為它熱騰騰的那個時候 配上裡面那種椰絲 真的非常的好吃 先幫大家圍一百克一下 該眉包呢 它是源自於1950年 那為什麼它叫該眉包呢 因為以前香港人的麵包呢 麵包店很多就是賣勝的麵包 然後他們會把剩下的麵包呢 再集合起來 然後加一些砂糖 然後把它混合在一起作為它裡面的那個餡料 然後因為它這樣混在一起 就有點類似像 雞尾酒那種Courtail那種感覺 所以呢 它就變成叫該眉包這樣子 一開始我還以為是 是不是它的尾巴很像該眉 所以我還是叫該眉包 根本不是 台灣有類似的 但是我覺得 還是有不同的地方 但我講不太出來 以前小時候很喜歡吃雞尾包呢 去到麵包店呢 見到有這兩條 這個包上面有兩條甜甜的 這個包上面呢 我就會認得是雞尾包 哇 好想吃啊 見到都 真的 當然它現在不一樣 它其實裡面的餡料是用一些椰絲 嗯 好好味的 我覺得雞尾包呢 它有臉上有台灣的奶酥麵包 如果台灣的代表是奶酥麵包的話 那我覺得香港的代表就是雞尾包 因為它們其實都有點像 但是台灣裡面那種是奶酥 然後你們香港裡面是那種椰絲 可是口感其實是類似的 沙沙的口感 對對對 雞尾包真的是我來香港出來比較常吃的 真的是好吃 我覺得它也算是可以代表香港的麵包之一 對 所以下次如果有機會的話 可以試看看雞尾包 就比較吃菠蘿包 好了 我覺得你現在可以試前面那個 這個 這個嗎 對 圓形這個也是我喜歡吃 其實我很喜歡吃很多香港的麵包 這個如果我沒猜錯的話 它應該是吞拿魚包 對 認得它了 這個是我現在大了都會買來吃的 因為知道吞拿魚比較健康一點 有蛋白質的 吞拿魚包呢 其實對台灣來講 就比較也是常見的麵包種類似的 喔是嗎 對 香港叫吞拿魚啦 台灣叫鮪魚麵包 吞拿魚是香港這樣吧 吞拿魚 台灣叫鮪魚 我想問一下 你們吞拿魚包 我們加沙拉醬在裡面 它好像應該都有加一點的 否則很乾的 因為台灣可以加一些 大量的沙拉醬 對 這個麵包上面的點就是沙拉醬 哇 好多喔 我可以辨認它是吞拿魚包 這個吞拿魚包 這個給你試 好 他就加一點點沙拉 因為不然沒那麼濕 嗯 出出看有什麼差別跟台灣 就是吞拿魚包 它這個麵包呢 就跟剛才那個 床材包 還一模一模一樣的 只是裡面就換了吞拿魚 吃到這邊有點乾 你有飲料給我嗎 有啊 我幫你準備了這兩個小時候 我也很愛喝的 這個之前有介紹過 這個就是維他奶啦 就是香港經典到不行的國民飲料 所以你們小時候的早餐就是 可能就是一個麵包 然後配一個這個維他奶這樣 然後就去上去了 經典 哇 經典喔 下一個你吃完左邊的兩個先 嗯 這兩個都是我比較常食的 是不是這樣說 比較常食的 比較常食的 的麵包 就是 火腿蛋包 和 春肉包 這個人的 我通常都稱他們為 マリオ兄弟 因為我喜歡他們兩兄弟 一樣 對 基本上就是看你喜歡是五餐肉 還是火腿 這個我覺得都 挺經典的 挺經典的 嗯 它這個蛋其實還蠻厚愉快的喔 日本那種玉子燒一樣 但是它不是甜的啦 它就是鹹鹹的這樣 就是它的味道就像是它的外表一樣 就是蛋火腿然後麵包的味道 對 但如果知道在這些麵包 如果要選擇當早餐的話 我覺得這個呢就是會比較 會非常選到 就是因為 它還有一塊蛋嘛 又有個火腿 好像 它心裡會有眼光 好像比較健康一點 我有吃到蛋 又有火腿這樣 然後再來呢 它的 好兄弟 午餐肉包 都不用特別介紹啦 就是午餐肉同包啦 它的包上面有芝士的 我覺得你應該會喜歡這個 多過火腿蛋 我個人會比較喜歡 午餐肉包 因為午餐肉的味道 本來就比較強一點 所以吃起來那個味道 會比較 更明顯一點 那當然那個火腿蛋包呢 它的味道就屬於比較淺淡一點點這樣 就是整體下來 我個人會比較喜歡這個 午餐肉台灣任務嗎 午餐肉包 都有的 但很少人會吃喔 如果你在台灣看到午餐肉包 你會不會買啊 應該都會試一下的 但很少咯 現在台灣很少人會看到午餐肉的東西 但是午餐肉是小時候已經吃的 我們小時候媽媽會用午餐肉切粒炒蛋 哦 午餐肉炒蛋 台灣人有沒有吃啊 哦 我們都不吃午餐肉 為什麼可以午餐肉炒蛋呢 午餐肉炒蛋很好吃的喔 是好吃的 但是台灣人真的會比較熟 不過午餐肉真的不健康 不建議吃太多 很多人啦 你不要吃光了 我不會吃 有這麼多可以吃的 真的比較中套 我不會煮 我不會煮 我會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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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呢 這個就是 菠蘿包啦 雖然說我們剛剛有講說 要介紹 除了菠蘿包跟蛋塔以外的 其他麵包 但是看到菠蘿包 我還是滿意的 因為還是想跟大家 補充一下 菠蘿麵包的小知識 剛剛維基百科一下 的確是香港發明的 那為什麼會發明菠蘿包 是因為 以前它下面這塊麵包啊 香港人覺得太無趣了 只有吃這一塊很沒意思 所以他們就會加一些配料 砂糖啊 還有蛋啊 還有什麼原料 我忘記了 反正就是會塗在上面 變成有一種一塊酥皮的感覺 所以就是菠蘿包的產生啦 但台灣的菠蘿包呢 有一半人會比較像是 偏向日本的那種 他們叫哈密瓜包 不像是一塊酥皮在上面的那種感覺 就是另外一拍 嗯 對 那香港的就是統一 都是這一種的 哇塞 我覺得這間的麵包呢 我這是買 這間是哪一間的 不知道 香菠蘿 喔 好美 好美 它這間的麵包呢 我覺得都是走一走 很紮實的路線 真的很紮實欸 口水 就是 大家一定都吃過啦 所以我不會特別再講解它的味道 嗯 我聽一下早餐 OK 好啦 接著呢 我們試一下 這兩個都有點像菠蘿包的感覺 但我已經忘記了 裡面是什麼來的 是不是 其實有一個是墨西哥包 但是我不確認 這兩個難應該是墨西哥包 因為其實外表都有點像 這個我先吃一口 看來我才知道裡面是什麼 好舒服的感光耶 我想起來啦 喔 插手 這個是插手包啦 但因為我在外面一般看到的 插手包呢 它那個麵包表皮 也是跟剛剛我們吃的那個 長仔包 是一樣的 但它這個比較不同 是因為它外面有種 類似像菠蘿包一樣 那種外面那種酥皮感 它應該是不是 學了天好運那隻 喔 插手包 有可能 表皮是甜 那邊是香 對對對 如果你喜歡插手包 其實可以吃看這個 相信你應該也會滿大一點的 對 你覺得裡面會不會太甜啊 它上面甜 裡面也有甜 我覺得OK喔 但一般台灣人對叉燒包的見解就是 叫那種點心店很容易 茶點心 蒸的 一龍一龍那種的 發生的 為什麼茶餐廳跟冰刺麵包 這麼受歡迎 就是他們很容易買到 更新鮮粗米麵包 那吃上麵包就很容易熱騰騰的 對這也是港式麵包的魅力 好啦 再來呢 就是 剛剛有提到的 墨西哥包 墨西哥包 為什麼它叫墨西哥包呢 是因為 之前有個香港人到墨西哥做生意 在當地吃到了墨西哥包 他覺得很好吃 所以他回到香港就開設了冰刺 然後他把墨西哥包 融合一些香港的麵包特色在裡面 然後就成了 一個道地的香港墨西哥包 這個還要加道地在前面嗎 其實這個墨西哥包呢 我覺得它的味道跟菠蘿包算是非常 有點像 只是說菠蘿包它的上面那一層 比較是酥一點 它是走酥皮路線的 那墨西哥包呢 它這種就是比較濕潤一點 因為它的味道我覺得有點大功效 對 但我也不知道我這樣講 對不對啊 就是有可能墨西哥包它的材料 真的是比較不一樣 因為它甜甜的小朋友也是很愛 那叫什麼啊 野斑 野斑 真的有斑那個字 斑是因為麵包斑 BUN 野斑 就是野斑麵包 野斑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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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麼淺甜麵包 那為什麼不叫我 長寨冰呢 或者菠蘿冰呢 菠蘿冰 菠蘿冰 為什麼菠蘿冰 應該這些就包 這個就包 這個就包 其實它應該叫卷 因為它有一個卷 對 跟我剛吃的雞尾包 為什麼不一樣 它的餡是一樣 可是它的分布 還有口感 都不一樣 對 還有提子 是的 多數都是這樣拔開來吃的 嗯 是不是猜得到的味道 是猜得到的 但是它有一個口 怎麼好像 做什麼 你咩在裡面 不是 它下面有紙啊 你沒有 咦 你沒有撕什麼紙 我不知道 給它沒有紙 給它有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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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明顯喔 哇 難怪你吃完那個表情很奇怪 它這個紙很厲害喔 已經跟麵包 融為一體 它跟剛才的雞尾包比較不同的是 雞尾包的那個餡料呢 它的椰絲呢 是一點點點綴的 它最主要還是有那種奶酥的那種感覺 那它這個呢 它很明顯就是 都是那個椰絲 然後配那種牛油的感覺 吃起來呢 它就是 會一直吃到那種椰絲這樣 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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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種感覺 這個我就 大家不要買這些啦 分很多給我們 對啊 但我覺得這個它這吃起來也是有點麻煩 嗯 好啦 麵包種類呢 我們都吃完了 以上這些呢 就是比較 如果你去茶餐廳或是賓寺 買不過麵包或是帶它的話 也一定可以看到這些麵包的種類 接下來這兩顆呢 就不是一般賓寺茶餐廳會有賣的 它就是比較偏向香港的一些 麵包店或是餅店 它才會有的 這個呢 台灣也有 就叫做蛋黃酥啦 那這一個呢 就是 皮蛋酥啦 可以看到它的形狀 一個呢 就是皮蛋的形狀 一個呢 就是蛋黃的形狀 一個圓的 一個連橢圓 那這兩個呢 其實就跟麵包當然就比較不一樣啦 因為我覺得 香港的蛋黃酥跟皮蛋酥呢 它的用料呢 真的是很真材實料的那種 蛋黃酥我是沒試過 可是皮蛋酥真的是有讓我驚艷到 尤其是對 喜歡吃皮蛋的人 皮蛋對台灣來講也算是 是果皮美食的 大陸有機會來參加我 可以試吃皮蛋酥 台灣那麼喜歡吃皮蛋 但是你們沒有皮蛋酥 我不知道有沒有 但我真的沒有看到過 但我覺得參加了皮蛋酥很萌 是因為它真的曬這顆皮蛋在裡面 好多一點 好多一點 不合得到 跟我剛剛講的不一樣啊 這間不合得到 它皮蛋不是一顆 那它有連容的嘛 可能它是吃飯一樣 但我之前吃其他間是 一顆皮蛋在裡面的 哈哈 這間不合得到 那它有連容 它連四分之一都無 試一下好不好吃 這間好過分喔 好不辣 為什麼 這麼難吃嗎 它有薑喔 你不喜歡吃薑 它有點紅耶 好像 是薑嗎 是 那你不吃薑的位置會不會比較好 這邊補充一下 原來正宗的皮蛋酥都是有薑的 只是啊 有些可能比較少 所以就比較不會太強烈喔 糟糕 露竊了 會不會想要好好的介紹香港的皮蛋酥 這個我真的不行 它有那個醬 我不喜歡醬 所以它那個醬跟那個連容混在一起的時候 我覺得有點兒子 這個衝擊感有點大 你可以在介紹之前 你深水埗還是九龍城介紹的那一顆 深水埗有一間叫八仙餅加的 好像是八仙餅加 對 它的皮蛋酥就真的很好吃 它是整顆完整的皮蛋在裡面 如果要吃皮蛋酥記得買哪一間 不要隨便隨便賣 換一下那個蛋黃酥 完蛋了 我覺得這個皮蛋酥不好吃 蛋黃酥應該也可以猜到它味道 應該也是一堆連容在裡面 看吧 我覺得比皮蛋酥好吃 因為它沒有醬 對 但是 它蛋黃鹹鹹的配上那個 連容 就是甜鹹甜鹹鹹一樣 就吃起來會比較順口一點 謝謝 不要喝點 多吃點 好啦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港式麵包介紹 就是希望可以幫到之後 如果來香港玩的話 除了波龍麵包跟蛋塔 其他其實還有很多種的港式麵包 你可以試一下 那我個人私心推薦的就是雞尾包 因為真的 新鮮出爐的那一顆 吃下去真的是 非常難挖 我覺得香港的味道 就是那個味道很難形容 對 其他地方都吃不回來的了 我覺得這個就是香港麵包的特色吧 香港雖然它的麵包不是那種 可以 漂亮到讓你可以打卡 那一種華麗的 它就是很簡簡單單 看起來很難無奇 可是我覺得它就是 裝著很多 屬於香港人的回應 就是你們從小到大 然後上課 或是上班下午差 都會去吃這些東西 所以有些人說已經不是吃的味道 是吃那個情話 所以就慢慢演變成就是一個 香港的特色 然後就變成大陸來香港旅遊的話 也會去嘗試這些屬於香港的味道 對 就是希望可以幫助到 如果想來香港玩的你 然後 你今晚繼續吃下去 這個是你今晚的晚餐 和明天早的早餐 你真的很好吃 你可以直接拿回公司吃 整個飯口 真的 慢慢吃吧 OK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